大家好,欢迎大家学习OpenCV视频分析与对象跟踪实战教程 那么我是这个课程的讲师贾志刚 那么前面一节课呢我们学习了Color Based Detection 然后还有Tracking,一个对象的Tracking 那么我们这一节课呢来学习一种OpenCV当中 很经典的一种对象跟踪的方法 就是基于光流的对象跟踪 基于光流的对象跟踪 那么在讲基于光流的对象跟踪呢 我们首先要讲一下它的基本原理 然后我们会讲一下KLT 就是Canada Lucas Check T代表Check 就是这个KLT呢一般讲到光流跟踪 很多时候有的人就会直接会讲KLT 所以你懂这个KLT嘛 这时候大家一定要明白它讲的是吸收光流 吸收光流法跟踪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HF 就是稠密光流的 那么这两种光流跟踪的方法呢 我们都会讲一下 那么特别是这一种 就是大家一定要掌握的 这一种就是跟踪方法 就是这一种啊 吸收光流KLT 我们这个就是大家一定要掌握它的 就是OpenCV当中怎么去用 当然我们会有代码演示 最后我们还会有一个代码演示 那么我们首先呢 就是说来从头 就是先看一下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理的简单的介绍 那么因为很具体的 很细节很深入的这些原理推导呢 就是那些科学家他们已经做完了 那么我们呢就要理解 就是大体上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基本原理 工作的原理是什么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 吸收光流的代码是怎么样的去握 演示一下基于KLT的一个代码实现 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基本原理 然后最后来呢 我们再去演示一下稠密光流的代码实现 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 就是说 我们要跟踪移动对象中的跟踪的一个三要素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你在视频当中要跟踪一个对象 那么那个对象呢 应该满足三个条件 因为图现表现 就是它一定要在视频当中出现 如果出现都不出现的话 你怎么跟踪 在出现呢 那么这个就是说 一个是跟踪的话 就是有很多种方法 一个是固定相机的那种 相机固定的 场景固定的 第二个 相机固定的 背景不固定的 第三种就是移动相机跟移动背景 第四种就是多相机跟踪的 对不对 多相机接力跟踪的 还有就是那种有高低 搭配的那种模式的跟踪的 比如像卫星 它在天空当中 可能就是跟踪 某一架民航正在降落的一个扳机 或者是什么东西 那么它跟踪跟踪 等到地面的时候 它可以通过一个信号 转移到地面的那个塔台 然后让地面的 把这个传输信号传给这个地面 然后地面的那种高台上面的那种摄像头 它就可以继续对这个飞机进行一个跟踪 它就有一个高低 毕竟卫星是那种 就是什么 这种就是费用比较高的这种资源 对不对 你已经到地面上有其他手段可以跟踪了 就可以切换了 这个就是说包括我们国家发射的 就是那种高分的卫星 那么它可以跟踪很多犯罪分子 那么犯罪分子被跟踪之后 如果它跑到老师区的话 我们就可以启用当地的安防系统 接上的树像城对它进行继续追踪 那么这样的话就做到了一个高低搭配 所以说我们跟踪的话 第一个就是说一定要把它找出来 图像表示 第二个就是外观模型 这外观模型是什么 你跟踪一段之后跟踪一段 它有一定的外观模型 那么这个通常呢 那个外观模型不会改变的 但是如果外观模型有改变的话 这有轻微的改变 有遮挡 它不就是外观模型改变了吗 那么这时候我们能不能很好地跟踪 那么这也就是我们跟踪算法 能不能抗干扰的问题 跟踪失败 它能不能及时发现 重新进行一个跟踪 第三个就是移动模型 移动模型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它 它比如说这个飞机 它飞行的一个轨迹 就是往那边 所以我们一个好的跟踪算法的话 它要考虑这三个要素 一个就是图像表示 外观模型 第三移动模型 它要预测 它是一直往哪边走的 那么那么我提前 它就会计算 然后它往那个方向上 进行一个计算 那么进行一个外观模型的预测 然后进行一个图像的表示 那么击住图像表示 来进行一个就是特征点 事实呢 我们基于光流的 它就是其实也是基于一个移动模型的一个跟踪 还有就是外观模型 这两个的跟踪 它不是基于图像表示 图像表示可能是我们在就是说 其他的那个就是说 比如说那一个特征很明显 它的颜色独一无外 那么我们可以基于什么颜色空间 进行对它进行一个对踪 如果它的颜色在光照条件下不改变的话 那么 所以基于颜色这种跟踪 它只可以在某一些特定场景上面有应用 那么多数场景 我们要考虑的是外观模型跟移动模型 这是我们视频对象跟踪的一个主要的三个要素 那么在这边先给大家就是简单的说一下 那么有了这个概念之后 那么我们再看光流法的一个基本的 2345表示什么呢 就是当视频开始播放的时候 第一针这个小球在这边 第二针这个小球在这边 第三针这个小球在这边 第四针这个小球在五边 第五针就是当前的情况下 小球在这边 所以光流法的跟踪 它就是从最初的位置画一条线到这边 就表明它是从这边来的到这边去了 我们如果对照一样 我们知道了它移动模型 它肯定建立起来了它的轨迹 所以这边是我的一个 就是我们基于这个例子的一个演示 那么基于就是光流法 我们这边这个光流呢是KLT啊 那么我呢就是手里面拿了一个模拟的滑板 迷你的滑板啊 就是一个很小的 然后我从这一角移动到这边就是慢慢的东西 因为手里面这个东西呢上面有很多点 所以别挡住了 其实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迷你的滑板 就是滑了龙滑的滑板啊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光流跟踪的一个最基本最简单最直接的一个介绍 介绍了 那么这个基本原理是什么呢 那么我就要知道它 比如说我刚开始得到第一针的时候 我无法探知它的运动轨迹 但它一旦在这运动到运动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那么我就要把第二针的位置给找出来 那么我们要把它从这个当中找出来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要有几个假设 那么有几个假设 这个假设是什么呢 那么第一个假设呢 就是它的移动距离呢 叫短距离移动 第二个背景全是白色的呢 或者背景又变成红色的 跟它融为一体的 叫光线不变性 那么有了这两个假设呢 那么还有一个第三个假设 就是空间一致性 空间一致性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把这个真正的这个东西 投影到这个某一个特定的空间的时候 它在特定周围空间的特定空间 它周围的就是说 这个小球它周围 它也要投影到它的特定的周围 不能说把这个投影到这了 这一个中间投影到这了 那就不符合空间一致性这个特征了 所以有了这三个之后 那么我们就是说最主要的 其实光流法它最在意的 一个是光线要移制 第三个要短距离移动 如果长距离移动 就是说移动速度很快 它就是不容易找到 那么有了 这个是KLT 这个它有三个假设 它工作的前提 那么下面我们看这一个 假设我这一个是上面的某一点 某一点 假设上面的某一点 第一针的时候在这边 第二针的时候 它在这个中间的话 它就应该跑来走 对不对 但是我怎么探知它这个位置到这边了呢 那么我们就通过这一个 这一个是T时刻 就是某一个像素点 XY标定了某一个像素点的位置 那么这个时刻T 那么在时刻T加1 就是T加1这个时刻 下一个时刻 那么它分别在X方向 跟Y方向移动的距离是U跟V 移动的距离是U跟V 移动的距离是U跟V 那么它移动的这个距离 这一点移动的距离 而且要保证它的像素 就是说啪我一下移到这边去了 那么这个U跟V太大的话 那可能这边还有一个红点 对不对 本来就是这边也有红的 那你就以为它如果移动距离太大 它这边有一个红的 那你以为是这边或者什么 那这跟踪就不好 就去满足不了这个条件了 那么这个跟踪的这个条件就被破坏了 所以说要近距离移动 那么这个U跟V应该很小 所以它移动一个近距离 让移动到这边 我们就给它画出来 就这样这条线就画出来了 所以满足这一个条件 这是我们理论上的 理论上就是从宏观上面来看是这样 但实际上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我们要测算出来下一个点 它到哪里的时候 XY到哪里的时候 我们要找出9个这样的等 区域来说 对每一个点的这个点来说 它们都有一个XY的坐标这9个点 然后都有一个10克T 然后T110克 那么我们就有了这样一个9个的这种等式 那么有了这个等式的话 我们要求出那两个 我们要求出它两个变量 这两个变量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们的U跟V 对不对 那个时刻我们知道了 我们有了这9个等式 然后我们要下一个时刻 那么我们要这个U跟V现在 那么这个U跟V我们就可以 就是两个位置函数 但是我们有很多个等式 那么我们要通过这个 把这个给它做U跟V求出来 那么这时候呢 OpenSeries当中就采用了一种算法 这个算法呢 就叫做最小二层 下一个位置在哪里 那么我们就给它跟过去 对不对 慢慢的 然后再下一个位置 再下一个位置 那么这样粘起来的话 对所有的点来说 它就形成了一个移动轨迹 那么最终就形成了 我们这边看到的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光流法 跟踪的一个基本原理 那么我们前面选到 说提到的这个限速点 那么这一个点呢 并不是随意找一个点就行了 而这一个点呢 它的寻找呢 也是要征询一定条件的 而这个点寻找呢 我们通常呢 要通过角点检测的方法 只有那些满足一定的特征点 我们才能去拿来做这个事情 所以这些特征点呢 我们应该怎么去寻找呢 那么这些特征点的话 寻找 那么大家回忆一下 我们前面讲过的知识跟内容 那么我们特征检测 还有Stomas角点检测 那么光流法里面呢 经常采用的就是Harris 跟Stomas角点检测的方法 来得到我们这些特征点 然后对这些特征点进行一个 进行前面所说的那些原理的 进行一个跟踪拟合 来得到它下一个移动点的位置 那么 所以整个算法的流程呢 看起来应该像什么样子呢 看起来应该像什么样子呢 那么我也这边呢 也画了一个流程图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KLD 光流跟踪算法整个的流程 那么在讲这个流程图之前呢 我们先给大家语言复述一点 然后我们再对着这个一步一步来讲 因为画这个流程图的时候呢 稍微啰嗦了一点 因为要给大家就是看得很清楚 跟我后面的程序好对照 所以就稍微啰嗦了一点 那么首先第一步呢 就是我们要在视频当中第一帧 做一个角点检测 特征点检测 我们这边其实是 就是Harris或者Stomas的角点检测 那么对他第一帧做了角点检测呢 那么我们要对后续的 每一帧当中计算这些 角点检测得到特征点 是不是 我们从第二帧开始要计算 这些特征点的移动的位置 位移 对不对 我们这个其实就是说跟踪特征点 就是这些意思 那么我们一旦开始跟踪这些特征点 就是说 然后我们这些得到了它的位移 我们就把每一帧中 它的移动线念 形成一个特征点的移动的轨迹 就是第三个事情 我们要说就是保存跟踪的特征 它的特征点跟踪 它的当中就是光流法 它也会特征点也会有 就是跟踪跟踪 发现就是这个等时不成立了 或者是什么 因为你说光线不变 它其实还会会变 你说近距离移动 它有时候偶尔还会 就是超过它的忍受范围 你说空间一致性 它偶尔就是那个 你这些假设 假设是假设你成立的条件 但是实际情况中 就是说理论跟实际当中 就是你实际现实当中 跟踪某一个东西 对不对 它不可能跟理论完全吻合 但是有这些不吻合的地方 怎么办 所以这个算法的这个人呢 他说没关系 我们可以再来一次特征点检测 然后把检测的结果 我们再把它跟已经存在的 那些特征点合并在一起 然后继续开始 移动线量 进行连接的移动轨迹 就这样我们就周而复始 进行一个特征点的 不动的跟踪 如果它一直在移动的话 对不对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 一个算法的一个基本的流程 那么知道这个基本的流程之后呢 那么我们还要给大家 就稍微再做一点点 稍微做一点点的 稍微理一点点数学的 或者是基于这个上面 来讲一讲怎么做到 怎么它有这个 如果条件不满 它会去怎么去做了 那么首先呢 我们说亮度恒定 那么亮度恒定呢 然后我们就要通过检测脚点 对不对 其实脚点呢 它的亮度变化 有变化的时候 我们的Harris 还是Thomas 他对那个 就是可以对 就是 所以说亮度恒定 这个方法 这一个呢 我们通过Harris 或者是Thomas 这个脚点检测的这个方法 取它的 IJ的导数 图像了 那么T度 取出来了 那么它对这个亮度不变性 我们就实现了 对不对 亮度恒定 那么我们就实现了 所以说 实际层景当中 它亮度有变化 对我们影响就变小了 我们通过数学手段 第二个 近距离移动 那么近距离移动呢 那么我移动大 是不是就跟踪不了呢 那么这样的话 算法还是 还有什么用 那么 岂不是让我很失望 所以说 我们能想到的 它自己假设条件 那它也要通过数学手段 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那个人想到的一个方法呢 就是说 想到的一个方法 就是说 我们可以 让它在不同的尺度空间 进行一个检测 那么就是建立了一个 因素的干扰 那么提高了这个算法的稳定性 跟成功力 跟踪的成功力 那么第三个呢 空间一致性 那么空间一致性呢 那么实际上是什么 物体本身 它也会有平一样 比如说 相似变换呢 旋转呢 这些变换物体本身 对不对 是不是物体本身 一有这些移动 我们就又挂了呢 所以说 其实不应该这样 这么快就挂了 所以说 对于这些物体本身的 这些 移动什么东西的呢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 一定的方程式 给它重新进行一个表达 那么保证呢 物体本身的移动呢 对我们的跟踪没有影响 或者尽量减少这个影响 不能说百分之百没有影响 如果你的 情况下 我们呢 迅速的又检测到 然后达到 又开始跟踪成功 对不对 所以 对这些 这几个一致性呢 那么我们就通过数学的手段 进行了 做到了一个保证 那么有了这几个保证之后 我们的KLT算法 才可以很好的工作 吸收光流的这个算法呢 才可以很好的工作 一旦它很好的工作起来的时候 那么 就说明它很稳定 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跟踪方法 那么根据移动的 跟踪的一个三样素 那么它 进行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度量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看看 这个就是我们KLT 就是一个吸收光流 对不对 K就是它 L就是它 那个T就是Track 对不对 跟踪嘛 对不对 就是我们KLT算法 那么我们说白了就是说 如果有人告诉你吸收光流 KLK的Optical Flow 就是金字塔的这个KLT 对不对 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进行一个 就是说光 吸收光流跟踪的一个就是说API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是基于这个API 来进行一下我们的代码的演示 那么同时呢 也学习一下我们在OpenCV当中 怎么实现一个吸收光流法的一个对象的一个 进行对象的一个跟踪 那么在这边呢 那么我首先呢 已经创建好了 就是说前面课堂我说了 我不会再从头到尾去给创建一个 就是说项目了 我们就是说基于我已经创建好的 就是说我创建好了一个 这个就是我打开了一个文件 这个是我们 然后我们看一下 那么这个视频呢 大家也很熟悉了呢 那么就是那个我小朋友玩 就是玩的那个飞盘 我把它拿在手里面 然后进行一个就是 就是这个 打打打打打打打 让它动了动 待会我们通过光流法呢 可以跟踪它看一看 然后看看这个是不是飞盘一直都被跟踪 那包括我的人在动的话 这些手东西 我这些移动的目标 那么它光流法都可以进行一个跟踪 那么等一下我们可以试一下看看 包括我人走的时候 光流法应该对我进行 也进行一个跟踪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可以看看我们这个程序应该怎么去写 那么我们有了这个 对不对 输入第一针图像 特征点检测选择 然后保存 然后输入第二幅开始跟踪 那么我们首先第一个做的 第一针的图像 对不对 那么我们已经获取到了 那么 read 那么如果它是第一针的图像的话 那么我们就应该把它就是说 进行 进行一个就是很 进行一个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这边的话 进行一个角点检测 我们这边角点检测的话 我给它写在一个方法里面 就是我们自己对不对 或者叫做输入的输入图像 然后我们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要除了有输入图像 然后我们还要就是说 这个 其实我们还要保存这个灰度 因为这个灰度图像是干嘛用的呢 就是后面我们会用到 grid 因为我们这边说了要保存第一针图像 然后从第二针图像跟第一针图像 然后进行一个参数的输入 因为为什么在这边在这边我们 当我们call这个optical flow 它的时候它就要输入前一针图像 跟当前一针的图像 而且都是灰度图像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 这个东西灰度图像给写在这边 一个图像 那么有了这两个之后呢 那么现在我们detect future 我们还没实现 我们要把它拷贝一下 拷贝一下我们就可以实现这个 那么我们这就是detect for一小时 detect for一小时呢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东西 如果一旦我们detect当前这一针了 我们detect到它for一小时 我们就应该把它detect完了之后 然后要把它送到我们的前一针当中去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首先要干的这边的话 我们首先要 然后当前这一针的CVT color 我们要把它变成灰度 一旦detect完了以后 我们要把它保存为前一针 我们detect color的话 就是说frame 然后green col bgr2 多数时候openCV当中的那些特征检测的 它都是基于灰度图像 基于彩色图像的很少 所以说我们要把我们的输入图像变成一个 灰度图像变成一个彩色图像变成一个灰度图像 然后我们把它变成一个灰度图像之后 那么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就是说 特征检测了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green 对不对 我们这边进行一个特征检测的话 那么其实我们最最主要的是要调用我们的openCV当中的特征点检测 那么这个特征点检测的方法就叫做good features to check 这个good features to check 其实它那边最后有一个参数是use 这一个 use high detectors false 如果是false的话 它就用死充码是那个角点检测的方法 这个角点检测的方法比较快 所以我们就应该最后那个参数就应该是false false这样的话就是说把它变成一个就是说用stoma stoma是角点检测 然后它需要输入一堆参数 这一个是不要讲了肯定是保存起来 那么它这个features我们后面还会有用的 所以我们这边把它就是说 保存成为一个全局变连 那么这个实际上你在做就是说 实际上就是说 如果你是做一个就是说真的项目的时候 应该把这些光流跟踪 把它整合成一个class 然后写在那个里面 那么我们这边做demo就做几个函数 然后让大家看明白 就是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就行了 然后在下面呢就是说我们要定义我们的就是说 maxcolumns 就算它会就是说 检测到就是说最大可以允许的那个columns是多少 那么我们这个这个呢我们就columns wizard 那么我们这边要把这个值设为大一点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定义一下吗 定义一下 然后把最大的值设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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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这个就是说我们的max就是这么多 然后还有一个 一有这个它就不给我显示 那么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那么下面就是quality level quality level是什么意思 quality level就是符合要求的符合条件的 应该是多少个 但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允许的最quality level 那么在下面就是说我们要看一下最小的距离 最小距离就是 最小距离就是什么意思 最小距离我们这边设为10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block size 一般的话是3乘3的 那么这个最小距离是什么东西呢 最小距离就是两个特征点之间它最小的距离 如果它小于10的话我们让我们是同一个特征点 就是这个以上 那么这个quality level 那么这一个是最小距离 然后这一个就是block size 然后下面这一个就是fals 我们不用 然后这个k呢就是默认我们0.04 那么我们这边呢就直接给它用这个默认值就行了 这是计算那个默认那边有一个系数的 就是说它形成了一个特征项量 最后哈森举正有一个特征项量 然后特征项量找到那两个特征值 默认那1跟默认那2 然后默认那1跟默认那2 然后它通过史托马斯 然后给它一个预值 然后默认那1乘默认那2 它大于或者小于那个预值 才把它保留 应该是大于的预值 才把它保留下来 作为一个特征项 所以这个k是这个 我们作为一个参数 然后这边 那么detectfuls 那么我们这边呢 其实可以把这个特征项 给暂时给汇制出来 那么怎么汇制出来呢 那么我们其实很容易的呢 这边写个函数 那么因为我们知道嘛 我们的这个那个 那个future是放在哪边的呢 size-t t等于 t小于 future.size 这个t++ 就是这个嘛 然后我们对每一个特征点 我们给它 circ soco 圆的中心是什么 圆的中心就是我们特征点的 每个特征点的特征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 future.size future.size t 这个就是圆的中心 然后圆的半径 我们给它来个2 然后scaler的话 color的话 我们就是 这个是 0 025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seekness我们等于2 然后这个光线 这个等于0 这个就不要说了 好了 就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 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detect的这个future.size 然后我们把这个future.size 画到这个frame上面去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frame给显示出来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完成了我们的第一步操作 就是我们去把我们的特征点 好了 这是我们生命的函数 这是我们生命的编练 然后我们生成一下 我们找到了这个脚点特征点 就是这几个 这些又找到了 我这个人一来了 他特征点就多了 我人身上也有好多特征点 特别这个品牌 不是故意的 然后这边包括我的边缘 这些特征点他又找到了 对不对 他又找到了一些特征点 是不是 然后速度还可以 所以说证明我们这个特征点的寻找 是很成功的一个就是案例了 那么我们寻找到了特征点之后 是不是我们就要进行一个 我们 这个 这边我们寻找了特征点了 那么下面下一步 就是按照从第二端开始 进行一个跟踪 对不对 就是进入我们代码的 就是核心的部分了 那么我们首先休息一下 然后我们继续讲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